实在有非常丰富的宝贝的奥秘 值得我们靠主的恩典 求神的圣灵 更多的引导我们进入 这样的宝藏 能够更多更多的看见 神实在是无限量的主 祂是全宇宙 全天下的最高的统帅 坐在荣耀的宝座上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讲第三讲 第一讲呢 讲到四个活物 第二讲 讲到四个巨轮 今天呢 要讲一个宝座 不是四个宝座 向以西节显明神的意象 大家再说 有几个宝座 一个 独一的宝座 永恒的宝座 这个唯独的宝座 那宝座呢 这个字在以西节书 出现四次 都是单数的 都是单数的 然后是一个阳性的名词 那代表呢 神的宝座是相当的高贵 尊严 威荣 公义 慈爱 怜悯 恩典 信实 圣洁 权柄 能力 信实 哇 太多太多了 所以一切真善美的所有形容词 来形容这个宝座呢 都无法言喻 很难形容 所以 以西节呢 他就把这样一个宝座呢 形容成是非常荣耀光辉的宝座 所以我们今天 靠主的恩典 要来思想 这个大的宝座 我们来先祷告 主我们 求你 让我们在现今 那么一个动荡的 败坏的 弯曲的 黑暗的 时代当中 依然从我们的灵眼看见 你是坐在宝座上的 主啊 你不单单是同管问有 主啊 你也调度万事 为要 我们这些人 能够更多的认识你 敬畏神 天父我们求你 透过今天的 以西节书 第三讲 这个荣耀的宝座 向我们说你要说的话 如同你借着以西节 说你要说的话一样 孩子如是祷告 奉主 耶稣基督宝贝圣明 阿们 好 我们来看 这独一的大宝座 分成三个重点 跟大家思想 第一个是什么宝座 第二个是 谁坐在宝座上 第三个是 宝座在哪里 其实我不用讲呢 大家都可以回答 标准答案 但是呢 我们靠主的恩典 要更多更多的来发现 其中的内涵 底蕴 奥秘和荣耀 那到底是 什么宝座呢 坐在宝座上的是谁呢 那这个宝座可以维持 多久呢 那这个宝座到底在哪里呢 台湾 台湾 最近有一潮一流 我们中国有一带一路 大家知道 什么叫做一潮一流吗 台湾的一潮一流 就是岛歌潮 有 竟然高雄市长的选举 本来是民进党的天下 因为经过 33年的 民进党的深耕 几乎完全绿化了 可是没有想到 许多原来是支持民进党的 不管是创党的 还是中间的 竟然都纷纷倒戈 绿地要变成蓝天 所以这叫做倒戈潮 那一潮一流 一流是什么流 大家晓得吗 我们要关心台湾的 好几位台湾来的人 这个人在这里啊 心在哪里 心在神州 心在台湾 台湾更是宝岛 我们中国大陆 乡亲朋友 有一个梦想 就是要去哪里玩 去宝岛玩啊 所以宝岛呢 在三十多年前 台湾 宝岛高雄呢 那是名闻辖尔 因为有很多很多 东南亚地区的人呢 他们都 他们都飘到高雄去 那 这三十多年来呢 高雄的人都飘到哪里去 我们称他叫北飘族 北飘族 当然 你说中国啊 台湾都有很多人 飘到哪里去 飘到海外 像我们今天飘到哪里来啦 飘到美国 飘到纽约来咯 当然也有不少人 飘到中国大陆去啊 所以台湾呢 最近是抢滚滚啊 为什么呢 因为出现了一个卖菜狼 当年呢 在台北农产品公司 做总经理的一个卖菜狼 竟然 把这个人才呢 能够空降到高雄 他不是在高雄升和涨 也没有在高雄上过班 他竟然被国民党指派到高雄 要选市长耶 你说 能吗 而且 竞选对象 是一个实力相当优厚的 很有家族背景的 很有政治实力的一个医生 而且做了代理市长很多年 那你说 如何跟他竞选啊 可是无法想象 这个卖菜狼呢 他被空降到高雄之后呢 制造出那种气势 绅士呢 实在让人无法想象 因为他的造势呢 是扶摇直上的 昨天大家看了新闻吗 只要能够动员 掌握高雄三个山的人心 那他是稳超胜算 一定大一名 就是昨天在凤山的演讲 大家有看吗 我们大家只会工作打班 只会工作上班 求助帮助我们 也要拨出时间来关心什么 关心我们中国人的大事啊 我们不但要关心美国马上的选举 那台湾的选举 大家要关心吗 要关心 而且还要如何 尽基督徒的本分 就是要为台湾的选举祷告 我们要为美国祷告 要为台湾祷告 当然神州 中国大陆 有没有选举 也有 但是到底如何 上帝知道 大家也晓得 所以求助帮助我们晓得 这个宝座呢 高雄市宝座 如果市长当选 请问大家能执政几年 执政几年 四年 那美国总统 如果拿到总统宝座 执政几年 也是四年 大家看一下 那圣经当中 告诉我们的这个宝座 是以西节 他亲眼看见 然后呢 又亲耳听见 以西节书很特别 他把他所看见的意象 都在某年某月某日 什么地点都写得清清楚楚 代表他的事 历史事实 肯定不是穿着附会 天马行空 胡乱猜想 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这个历史事实 不能写在圣经上 更写在犹太人的史书上面 所以以西节这个先知呢 是我们需要靠主恩典 来更多的认识他 也要认识神借着他 所说的话语 所以这个宝座呢 以西节看到的 是在巴比伦 加巴鲁河边 在仇敌的 这个远离 离乡背景 他本来是耶路撒冷的祭司 结果被俘虏到仇敌的 靠近如今的巴格达 附近的一个河边 叫做加巴鲁河边 结果呢 竟然在那个地方 他看见神荣耀的宝座 就祭司的角度来讲 如果要看到神的荣耀 应该在哪里看呢 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在至圣所 因为旧约圣经不断告诉我们 神的荣耀 神是在至圣所 两基督伯 施恩说那边对人说话 所以荣耀应该是在圣殿来看 结果以西节在哪里看 在巴比伦帝国的加巴鲁河边 竟然看见神的荣耀 那神的荣耀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来显现呢 我们讲过第一讲就是 他先看到风 云 火 金 结果四火物就出现了 然后又出现了四个巨轮 结果在四火物之上 四火物的头顶上呢 有穷昌有天空 然后在天空之上呢 又有什么 又有神的宝座 所以宝座在哪里 宝座是在至高之上 所以我们圣诞节 常常讲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 他所喜悦的人 所以神的宝座呢 乃是超空间 超地域 超国家 超民族 超语言 超时间 超物质 是在至高之上 掌权的那个 荣耀的宝座 那请问大家 神的宝座的材料是什么 大卫王 他执政的时候呢 他透过很多的人力跟财力 然后大兴土木 他为自己建造王宫 那大卫王的宝座呢 是用象牙 雕刻制作 之后呢 再用纯金 9999的纯金金金去包裹 但是请问大家 大卫王 扫罗门王 扫罗门王 四十年 所以他们的宝座 请问执政几年 终生到死 就那么四十年 我们都晓得 以西节呢 他是一位非常爱上帝 又爱国家 又爱民族 爱人的一位 特别的祭司跟先知 所以他一定非常熟悉 他的国家 所有君王的在位的年代 跟在位的政绩 到底他是好王还是坏王 以西节非常清楚 我们以前讲过 列王纪上 列王纪下 曾经跟大家说过 南国 就是神的国度 是用地上的大卫国度来做代表 那大卫之后是所罗门 所罗门之后呢 在主前九百三十一年 国家就一分为二 成为北国跟南国 那南国呢 都是大卫王的子子孙孙 接续做王 总共有二十个王 其中呢 只有八个王 算是好王 那这些好王呢 大家猜猜看 他执政多久 他活多久 有一个王 就是以赛亚 做先知的时候 以赛亚非常羡慕 敬仰 佩服这个王 他叫做乌西亚王 乌西亚王 执政五十二年 是一位好王 然后呢 有一个王 是南国的 却是非常非常坏的王 可以说是最坏的王 他叫做马拿西王 执政五十五年 那南国还有两个王 大家印象都很深刻的 一个叫做西西家王 执政二十九年 约西亚王 是最好的王 执政三十一年 我相信 以西杰非常熟悉了解 各个王的宝座如何 然后北国呢 他是总共有二十个王 全部王都是坏王 有一个王呢 叫心力 执政才七天 有另外一个王叫 沙隆 执政才一个月 所以我们看到 北国南国 这么多的皇朝 这么多的宝座呢 交替更换 那如果我们 大家关心中国历史的话呢 你一定了解 中国历史呢 从夏商周 秦汉 随堂 宋元 明清 到中华民国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家晓得吗 清朝 离我们最近最近的清朝 总共维系几年的时间 两百六十八年 是1644到1911 总共十二个皇帝 从清太祖 努尔哈次 开始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清太宗 清世祖 清圣祖 清世宗 康熙 雍正 乾隆 之后呢 到了末代皇帝 叫傅宜 大家晓得 总共十二个皇帝 维持几年 大家再说 两百六十八年 好 那清朝之前呢 叫明朝 明朝总共维持几年 两百七十七年 好 我们大家晓得 纽约有个唐人街 那唐朝呢 贞观之治 他威名远波 所以海内外 都非常熟悉 唐朝的故事 那唐朝呢 维持几年 维持 两百九十年 是在 祖后六百六十八年 到九百零七年 好 唐朝 有唐诗 宋朝有宋词 宋朝维持几年 今天给大家一个 一个概括的 一个准确的概念 就是宋朝维持了 三百二十年 好 那 元朝 哇 成吉思汉 太了不起了 但是大家晓得 成吉思汉的元朝 总共维持几年吗 才 九十八年 好 那 中国呢 夏商周开始 夏朝维持 四百七十一年 商朝维持 五百五十五年 那 周朝 是 中国历代皇帝当中 维持最久的朝代 总共多久 将近八百年 我们晓得 周朝 出了一个江子崖 江太公钓鱼 当年周文王呢 外出要去寻找人才 结果在渭水呢 碰到一个人 在那里钓鱼 结果 他就有感动说 这个人是他要 言聘的一个 非常卓越优秀的 领导的人才 结果没有想到呢 江子崖竟然叫周文王说 你只要背着我过渭河 再说 结果 周文王的部署呢 一看到这个家伙 竟然对皇帝如此不尽啊 哇 结果周文王说什么 我愿意背他 结果周文王呢 就背着江子崖 过河 总共走了几步 传说说 总共走了八百步 结果江子崖就跟周文王讲说 你背我八百步 我保你八百年 所以周朝呢 几乎要将近八百年 可以说是中国历代皇朝 最长久的王朝 所以 周旨王说我们 历史呢 我们的确 要 要了解 那 我们也讲说 秦始皇 大家熟悉吧 万里长城 那秦始皇呢 是在 祖前 二五九年 到二一零年 他是 三十九岁 就统一六国 建立秦朝 自称秦始皇 始皇帝 因为他是 第一个 统一 中原 第一个 用皇帝 这个称号 所以 他 叫做 秦始皇 那 三十九岁 统一六国 大家知道 他几岁 驾崩 五十岁 就驾崩了 所以 历代皇朝当中呢 秦朝是 最短命的 皇朝 你可承知啊 所以 求主帮助我们 晓得 唐诗 诵词 都有很多很多的描绘啊 比方说 唐诗呢 有 七言绝句 我念给大家听啊 他是 李渊之子 藤王阁续的 唐诗 他写说 闲云 谈寅 日悠悠 悟患 心仪 几度秋 歌中 弟子 今安在 坎外 长江 空 白流 谁来 欣赏 这些 历史的人事物 那 宋词 大家晓得 很有名的 叫做 苏东坡 那苏东坡呢 他在 念如胶 赤壁 怀骨当中呢 他写说 大江东去 浪 淘尽 千古 风流 人物 点点点点 江山 如画 一时 多少 豪杰 点点点 人生 如梦 一尊 还 泪 江 月 写得 实在震撼 人心 因为他 感慨 古今 英雄 豪杰 都是 如 如 如什么 江 和 淘 淘 但是呢 都是一场 空梦啊 所以 求主帮助 我们晓得 在人类历史当中呢 有很多很多的宝座 那 我们再次讲 我们最近常常讲到说 欧洲和中国 就是要扮演 古罗马帝国的复兴 那 罗马帝国呢 是世界各个皇朝当中维系最久的 因为罗马帝国呢 他是在主前27年 就统一地州海 周围的欧亚非 许多欧亚非三州 许许多多的国家 所以呢 他是 BC27年 一直到 主后 1453年 所以 罗马帝国的政权 前后维系多久时间 维系多久时间 主前加主后 将近1900年左右啊 当然 西罗马帝国 是在 主后 476年亡国 东罗马帝国 是在1453年亡国 所以我们看到 这么多的 非常非常有领导能力的 非常有智慧聪明的 这些皇帝呢 他们如今 安在 可是 以西洁 他所看到的宝座呢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图片打出来 有一张宝座是 有两张照片是最能代表 以西洁所看到的宝座 我们来稍微了解一下 那张彩色的 就是天上 这张还不够 也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来 这张呢 其实 他到底 有没有跟圣经的描述 相同颜色 我们都不晓得 只在求主人命 我们 好 让大家看一下好了 来 你走快一点 我上礼拜呢 我上礼拜呢 展示 很多很多四巨轮的图画 我真求神能够 感动 目前 制造各种滚轮 飞轮 的工程师 能够根据圣经的启示 好好去描绘 去思想 因为 上礼拜给大家的四巨轮 其实没有一个是完全根据圣经的启示 所以 真正求神帮助我们当中 有很多很多 人才 不要被世界用 要被上帝用 同样的 这个宝座也是一样 有很多很多 很棒的 来 来 往下走 有一张很棒的 往下往下往下走 往下往下 往上走 往上走 对不起 对不对 有一张是很棒的 这样四巨轮